二十分鐘吧 移動了十公尺 對 很久 所以大家也都是沒有隔什麼距離 沒有 完全沒有 很貼 他那個生意這麼好 他不會一下子就關了 他長期都會販售 所以大家慢慢來慢慢買 不要急再一死 阿中部長的話真的要聽 大家別再去人擠人啦 日本知名連鎖賣場唐吉赫德 台灣首家店週二在西門町盛大開幕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被疫情悶壞 想體驗偽出國想瘋了 加上全店又二十四小時營業 開幕第一天就吸引大批民眾搶著朝聖 凌晨三點還大排長龍 不過這看在某些人眼裡恐怕真的笑不出來 因為國內近期才因不利桃園醫院爆發群聚感染 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這樣的群聚也讓不少人擔心 可能造成防疫破口 連阿中部長也看不下去 今天在疫情記者會苦勸大家 因為那不是說只有只賣一天嗎 他還一直賣下去啊 這個大家就稍微想 就是說你就玩兩個禮拜去買 輕輕鬆鬆買那不是很好 那不要擠在一起 增加人流這麼多 事實上我想 不單是我們看著會擔心 那我想對於現在在隔離的醫護 或在隔離病房裡面 在服務的醫護裡面 那看起來會覺得 真的會有點心酸 說了這麼多 北市衛生局今天總算硬起來 要求賣場加強防疫措施 包括店內從一到三樓的人數控管 要從350人以內限出到250人以內 出入口管制分為單一出入口一進一出 並要求業者設有戶外收營台 以維持良好通風及足夠換氣 也請賣場加強環境衛生維護 針對首扶梯和提籃 以1比50的漂白水進行消毒 目前業者現在也改8快速通關手環 禁止現場排隊 限制時段入場的人數 阿中部長今天也說 依照目前疫情的風險 是境外一度引發的院內群聚及社區感染 強烈建議取消非必要非特定對象的活動 但沒有到封城的地步 大家除了戴口罩勤洗手 也要盡量避免人潮聚集 公共人物的這樣的跑突 有時候也是不得已的 那就不要太不得已了 那我們建議就是說 跟去年一樣呼籲 不跑突不失禮